为了打造偏乡地区大众运输系统 先员简志龙在议会邀及专案会议 希望尽数依据汽车的运输业管理规则 订定花莲县、步步共城及幸福巴士管理办法专案会议 简志龙议员表示说 步步共城及幸福巴士都是政府投入资源办理的偏乡运输计划 期盼可以整合资源升级为幸福巴士2.0版 成为偏乡、商亲、学子都喜欢搭乘的大众运输系统 先员简志龙表示 很开心邀请交通部科技顾问公司 公共总局一居运管所的陈副教授 一起来关心偏乡运输管理的服务计划 这次专案会议针对幸福巴士及步步共城的计划来做研讨 尤其是未来推行的幸福巴士2.0版 也是现在步步共城试验计划结束之后 后续的常轨性运作 地方要如何推行以及配合 由来在座的各位集市广益 共同为花蕾的偏向运输进一份心理 所以说中央的法规跟预算的问题 那我们中央已经在左手进行 甚至要做去解决的时候 反观我们幸福的问题 所以今天请大家来这边来一起来讨论 包含要试图要如何去解决 所以在这个专案会里边 那希望我们要证实这样的一个计划 包含在事情上面 所以面临的问题 以及我们要怎么去解决 其实这个议员 那我刚刚我跟前面有几个讲 最主要的用意 就是说 只要说给谢府同仁听 因为中央他有意要去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 在预算跟法规 在未来的可见上面的话 它其实是问题不是很大 那谢府要如何去接近 然后去介绍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这边先抛出大概三个议题 那也希望说待会我们在会过程里边 有问题要提出来 那第一个 谢府在未来要扮演的角色主管机关 那承判的机关 接下来是 是不是有我们的那个科学业业者 那我想说科学业业者对于这个部分的话 比较会信息缺缺 那是不是要变成到公所 甚至到NGO 甚至到个人 我想说这个基本架构 应该大概都是这个样子 那第二个 谢府如果是在中央它宽定预算跟政策的过程里边 那我们是不是要召开类似这样的一个省议会议 那并且要致敌相关的办法 那评件机制 这个部分的话 我刚刚也有跟我们陈老师说 这个在法规上面 因为我可能要请他帮忙 所以实在的 谢府来 谢府今天 有蛮多的朋友要帮我们化了一些政府 和中央会议达成三个结论 并且包括当前交通资源的部分需要重新检讨 有些地方需要优先意图的部分 如果谢府预算仍有不足 就需寻求中央协助 也请公务总局这边把中央会议的想法以及建议带上去 看看有没有办法针对花林仙的部分 应地质疑以及属性来拟定适当的方式 而最后会议记录的部分 再请议会做一些会诊 之后再将会议记录发文给相关单位 并请谢府针对这次中央的部分 提出相关的见解以及说明 中央的部分也请麻烦多帮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